今日财经快报 外资抛盘持续泰国股市迈向熊市 泰国股市下跌是将进入熊市 因海外投资者的持续抛售和经济增长放缓打压了市场情绪 基准SAT指数周二一度下跌0.8% 较2022年2月高点下跌20% 木头姐逃顶节奏 比特币暴跌之际ARK同步抛售GBTC与Coinbase 美东时间周一 木头姐凯倩伍德 Cathie Wood 领导的投资机构ARK Invest 在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下 卖出了价值超过1280万美元的灰度比特币信托 Grayscale Bitcoin 11月CPI前瞻 随着能源价格下降 美国通胀预期将进一步降温 周二 投资者将消化美联储在下一次利率决策中将考虑的最重要数据之一 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预期显示 整体通胀率为3.1% 较10月份3.2%的价格年涨幅略有放缓 市场现金储备日益减少华尔街忧心冲冲 智通财经注意到 在11月末 美国短期融资市场利率连续三天飙升 这让华尔街怀疑金融体系 是否正在耗尽现金 投资者以美国国债和其他抵押品为抵押借款的回购协议激增 德国DEX指数触及2017年以来最大超买水平 德国DEX指数在达到历史新高后 现在触及自2017年底以来最大超买水平 截至周一收盘 其14日相对强弱指标为84点 截至目前 DEX指数自10月份的盘中低点上涨了约15% DDI 否因及海外版TikTok成为首个内购收入超100亿美元的非游戏类App DDI最新报告显示 TikTok累计应用内购收入突破100亿美元 目前 只有5款App实现这一成就 其他4款分别为动式暴雪的糖果传奇 投资者眼中2024年最大风险 地缘政治 长家率今年因地缘冲突导致的经济损失或维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一年 明年地缘政治风险还会持续存在 明年 全球市场面临的最大的下行风险是什么 阿斯利康将以11亿美元收购RSV疫苗制造商Ikosvox 阿斯利康同意以每股15美元现金的价格收购 疫苗开发商Ikosvox 交易价值高达11亿美元 以加强其呼吸道荷包病毒 RSV 疫苗组合 每股15美元的收购价叫Ikosvox周一的收盘价时 美国纽约州联合IBM与美光等芯片公司将赤资100亿美元建立下一代半导体研发中心 美国纽约州州长办公室12月11日发布声明宣布将与IBM美光科技应用材料与东京电子等多家芯片公司建立规模达100亿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 凯头宏观 美国股市可能在2024年大幅上涨 凯头宏观研报显示 尽管短期面临高利率引发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但随着安全资产收益率进一步下降 以及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日益高涨 美国股市明年可能会走高 传迪士尼与信实工业商谈印度媒体业务合并事宜 据报道 印度最有价值的公司信实工业和华特迪士尼 This US正在敲定一份非约束性合同草案 以合并其在印度的媒体业务 根据目前的协议条款 可能在明年1月宣布 衰退警灯闪烁 策略师警告 美国经济或在明年初陷入严重衰退 Briley Wells首席投资策略师Paul Dietrich 上周五发表报告表示 随着少数衰退信号在整个经济中闪烁 美国可能在2024年初陷入严重衰退 欧股开盘谱涨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36% 德国DEX30指数涨0.16% 法国CAC40指数涨0.1%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36%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36% 四张图揭示英国央行降息 无助于苏纳克竞选连任 英国首相苏纳克应在春季 还是秋季召集选举 直觉告诉说 等到英国央行开始放松政策 很可能是在夏季 将增加他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 荷兰乳液巨头飞世兰拟全球裁员1800人 荷兰乳液巨头黄家飞世兰周二表示 计划未来两年在全球裁员1800人 以降低成本并提高盈利能力 该公司表示 此次裁员将节省至多2亿欧元成本 谷歌败诉 Epic Games反垄断案三年后迎来结局 谷歌败诉 Epic Games反垄断案三年后迎来结局 补书请法官将裁决 谷歌是否必须开放自己在安卓系统上的应用商店垄断 允许第三方支付渠道和应用市场进入 欧央行需尽快决定紧急购债退出步伐 以免在潜在降息周期中令市场困惑 欧洲央行开始逐步退出 疫情紧急应对工具的窗口即将关闭 如果不采取行动 可能会使市场陷入混乱 通货膨胀迅速回落 加剧了对于央行将最早在三月降息的预期 双头垄断格局中被打破 谷歌 苹果千亿市场摇摇欲坠 谷歌 Google US 在与堡垒之夜开发者Epic Games的官司中败诉 可能会撼动于苹果 AAPL US 在应用商店领域的双头垄断 据了解 这一垄断每年可产生近2000亿美元的收入 就在今晚美国CPI报告 将扣响超级州行情发令枪 财联社12月12日讯 如果说美联储本周三的一席会议 将成为本周全球经济新闻菜单上的主菜的话 那么今晚的美国CPI报告 利率市场降息定价与美联储9月点阵图差异有多大 美联储将于周四凌晨3点公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和利率点阵图 而眼下或许没有比下面这张图更能揭示出市场的鸽派定价有多强烈了 在9月时 中东Apple市场持续火热 2亿美元Apple吸引145亿美元认购 中东最大广播公司MBC集团计划在沙特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筹资8.31亿里亚尔 已吸引了145亿美元的投资者订单 推动了年底在波斯湾上市的热潮 英国薪资增长放缓进一步表明经济正在降温 截至10月的3个月英国薪资增长放缓 进一步表明经济疲软导致劳动力市场降温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二称 不包括奖金的平均收入同比增长7.3% 花旗 欧洲股市在利率见顶之际将创下历史新高 花旗策略师Beautomancy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随着利率见顶和好于预期的收益支撑 欧洲股市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将在2024年底升至创纪录的510点 消息称迪士尼与信实集团谈判合并印度传媒业务 据知情人士称 美国迪士尼公司和印度信实工业集团正就合并 他们的印度媒体和娱乐子公司进行深入谈判 如果合并成功 可能缔造这个南亚国家规模最大的传媒企业 全年走势先扬后翼后 新兴市场资产源和重获华尔街集体畅多 从货币到主权债 新兴市场资产在2023年年末再度受到华尔街青睐 今年年初 华尔街投行和资管机构纷纷预计 2023年会是新兴市场资产脱颖而出的一年 瑞银 美国经济料将实现软着陆 瑞银金融服务公司资深美国经济学家 Brian Rose表示 美国经济似乎正在走向软着陆 短期内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有助于降低通胀 由于通胀的缓解速度快于预期 美国UAW指控现代本田和大众不公平劳工行为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不公平劳工行为 特斯拉怒对媒体 Autopilot非常安全误用人为失误以偏概全 全球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 DSLA US美东时间周一表示 该公司有道德义务继续改进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Autopilot 并将不断不优化的Autopilot提供给更多消费者 美众议院通过额浓缩油进口禁令 业内担忧核电燃料价格将剧烈波动 财联社12月12日训全球能源转型之中 核能一直颇受争议 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发展进程中 不可或缺的关键选择 然而作为倡导核能发展的领导国家 马斯克批评美国大学教育 毕业生一届不如一届 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连续两日发帖 对美国大学教育和更广泛的社会现状进行批评 认为这使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能力逐年下降 美国11月CPI增塑料维持不变 美联储可更从容权衡降息 智通财经获悉 据报道 美国劳工统计局定于周二发布的月度报告将显示 美国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速再次保持不变 这将为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考虑降息提供空间 大摩上调西方石油 带文能源评级至增持 摩根士丹利更新了其覆盖的几只石油股的股票评级 具体来看 该行将西方石油 OxyUS和带文能源 DVNUS的股票评级由持股观望上调至增持 将马拉松石油 MROUS 转折之年来临 全球在融资成本飙升 企业撬手已判降息及时雨 2024年将是转折之年 在经历了40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后 2024年主要央行将转向降息 关键问题在于 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是否能让政策制定者足够迅速的调整政策方向 疑似抄袭 马斯克的聊天机器人Grog 不以为自己是OpenAI产品 财联社12月12日迅埃龙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的聊天机器人Grog 最近可谓是话题度不断 从上月发布开始 Grog就被爆出吐槽自己老板 华尔街垃圾债券大王 美联储不会过早行动以避免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通胀重演 有华尔街垃圾债券大王之称的著名投资者迈克尔米尔肯预计 如果以史为鉴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将行动缓慢 中国咖啡店数量超过美国成全球第一 过去一年增长58%后 中国成为全球拥有品牌咖啡店最多的国家 超过了美国 根据Alegre Group旗下研究机构World Coffee Portal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 卖空禁令恢复后海外投资者在韩国的股票交易受到抑制 自意外恢复卖空禁令以来 全球基金对韩国1.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交易的参与度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 12月迄今外国投资者占市场总成交额的18% 是将创下年内月度最低水平 围墙花园将被打破 谷歌在反垄断诉讼中遭遇滑铁卢 财联社12月12日讯长久以来 围墙花园都是电信行业对于类似谷歌应用商店这样封闭平台的代称 而如今 谷歌的封闭围墙可能要被打破了 安卓商店游戏规则要被重塑 谷歌在Epic反垄断诉讼中败诉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在游戏开发商Epic Games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败诉 当地时间12月11日 据报道 美国旧金山培审团在周一一致裁定 谷歌利用其应用商店创建了一个反垄断市场 上市股票市值超越港交所 印度最大交易所NSE机身全球第七 财联社12月12日讯上市股票市值已超过香港证券交易所 木头节凯西伍德增持微软和Meta公司股票 木头节凯西伍德在时隔约9个月后再次增持了微软公司股票 增加了他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压注 ARC投资管理公司每日交易数据显示 OpenAI首席执行官在谈人工智能 发展之快有点吓人 就像停不下来的龙卷风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 在政变风波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宣传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好处 奥特曼周一在亚特兰大一个非盈利组织举办的论坛上 接受了现场采访 特斯拉回击媒体批评 称autopilot安全性是平均水平10倍 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周一表示 该公司有道德义务继续改进其autopilot辅助驾驶系统 并在数据显示该系统的安全指标进一步改善时 将其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 谷歌公布2023热搜榜 巴以冲突 奥本海默 AI 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位居今年全球新闻热搜榜首 其次是泰坦号潜水器 土耳其地震 老友记明星马修佩里趣事和电影巴比 奥本海默也是全球热搜词 拼多多TEMU乘美国人最爱购物APP使用时间是亚马逊近两倍 研究公司APP的数据显示 美国消费者在TEMU上花费的时间几乎是在亚马逊等主要竞争对手应用程序上花费时间的两倍 石油 黄金 美债走势分化美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 对冲基金经理David Neuhauser表示在石油黄金和美债走势分化之际一部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看法是错误的 美国中央司令部Strand号邮轮遭到 美国中央司令部Strand号邮轮遭到导弹袭击导弹是从野门湖赛武装控制区发射 外资上月竟买入韩股26.4亿美元结束连续三个月抛售 韩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外国投资者11月份结束了对韩国股票连续三个月的抛售 原因是芯片制造行业有望复苏和市场信心的改善